欢迎收看寒天新闻 我是子彤 首先一起关注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于日前在Zoom线上平台成功举办了 年末财税法律生活线上大讲座 来自加拿大的林霞会计师主讲 减速加拿大投资环境和相关税务考量讲座 今天介绍讲座的第三部分内容 那至于这个地产在我们的华人社区 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这样一个行业 在我们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华人社区 不管是置业还是做开发 也都是非常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类型 那在加拿大也是跟美国非常类似 有商业类的地产 休闲类的酒店和住宅的这样的投资领域 那加拿大的这个社区呢 华人社区也不光是华人社区 加拿大的这个社会状况呢 整个都是一个非常崇尚多元化的 多元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华人的社区呢 也是真的不断的扩大当中 我的很多美国朋友 我自己现在目前在讲座的地方 就是在万锦 Markham 我的很多美国朋友 会从芝加哥 或者是更远的地方开车 来到Markham来吃中餐 这边的这个华人社区 非常的活跃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中餐馆都有 也是希望大家有机会来万锦 来品尝地道的中餐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 和这个经营的环境当中呢 跟美国呢非常类似 是有非常复杂的这个行业监管制度的 在各个方面 比如说在那个地产行业方面呀 这个地方政府的法规呀 建筑的规范呢 安全的规范呢 以及环保方面的规范 都非常的这个之多 就是我自己在这生活了 二十多年的感觉 就是法律千千万万条 每一条都需要这个 纳税人也好 还是公民也好 自觉的去遵守 这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 环境的一个概况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周一 三月七日表示 美国估计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将集结在俄罗斯边境 几乎百分百的军力派往了乌克兰 从战况来看 除了乌克兰南部地区 美国尚未看到俄罗斯军队取得很大的进展 白宫认为俄罗斯正在积极招募叙利亚人参赞 普京现在依赖外国军人帮助他攻打乌克兰 美国认为这一点值得关注 俄罗斯招募擅长城市作战的叙利亚人 想借此攻下乌克兰首都基辅 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已经招募了多少叙利亚人 但已经有叙利亚人进入俄罗斯准备攻打乌克兰 目前加入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作战的外国支援者人数 已经大约有2万人 来自52个不同的国家将加入新成立的国际军团 美国政府警告将把规避对俄罗斯新出口限制的公司 列入贸易黑名单 在俄罗斯上个月入侵乌克兰之后 美国加纳了力度阻止大量技术进入俄罗斯 一些美国官员称 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美国商务部 正在动员其全球各地的工作人员 阻止向俄罗斯非法运送计算机 飞机零部件 海洋设备和其他技术 并与盟国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国土安全部 DHS等美国执法机构合作 打击这种新的非法贸易 美国的目标是对运往俄罗斯的美国和外国商品 以及技术和软件实施全面的新限制 只要这些技术商品和软件 是用美国的设备技术或软件生产的 这些限制也适用于白俄罗斯 一些科技巨头如微软公司和英特尔公司 已经宣布将停止向俄罗斯发货 上周美国商务部将10个国家的91个当事方 列入了实体名单 因为他们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安全服务和国防部门 美国政府禁止该名单上的绝大部分 俄罗斯公司购买没有许可证的商品 英国报纸周一3月7日引述一份疑似来自 俄罗斯负责国内事务的情报机构 联邦安全局FSB分析师的内部报告称 普京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将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报告超过2000多字 称俄军继续遇到乌克兰的强烈抵抗 这让莫斯科官员包括总统本人都感到吃惊 但是俄罗斯没有获胜这一选项 只有失败 报告称遇害的俄军人数可能已经超过了100人 与乌克兰官员报告的数字接近 远远超过俄罗斯官方承认的498名士兵死亡 尽管限制对俄罗斯有非常真实的经济破坏作用 但他们被告知 评估只是一项假设性的填控作业 这场战争的一个有条件期限是6月 因为预计到那时俄罗斯的经济将崩溃 分析师说 他们不能排除战争升级为国际冲突的可能 预计俄罗斯的强硬派会试图说服领导层 向西方发出最后通牒 如果不解除制裁就威胁要开战 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国国内消息 一场致命的龙卷风 两天前在爱荷华州造成了7人死亡后 周一3月7日 从亚特兰大到费城 超过4700万人面临着严重的风暴威胁 上周末恶劣的天气被证明是致命和危险的 因为雷暴袭击了爱荷华州 阿肯色州 密苏里州 甚至威斯康星州的部分地区 带来了龙卷风破坏性大风和冰雹 预计龙卷风不会在周一造成广泛影响 而下一轮恶劣天气预计将给许多州 从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 一直到新泽西州和纽约州 带来破坏性大风和红暴 一股冷风将于周一横扫美国东部 强风暴向动一动 但主要风暴威胁可能是大风和大雨 而不是龙卷风和冰雹 大量人口面临某种恶劣的天气危险 居民应该为暴雨造成的洪水做好准备 3月5日下午1点车水马龙的圣塔莫尼卡大道 飘扬着黄蓝两色旗帜 数百位洛杉矶市民高声声援乌克兰的标语和旗帜 呼吁阻止俄罗斯武力攻击并防止爆发核灾难 在大幅降温与强风来临的天气中 参与者表示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抵制专制政权扩张 由洛杉矶的乌克兰社区主办的声援活动 也要求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尤其是防空系统和重型武器 并呼吁国际用各种形式孤立俄罗斯 包括将俄罗斯驱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支付系统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已不再只是单纯的人道主义危机 世界正处于全球环境灾难的边缘 俄罗斯炮轰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 核灾难迫在眉睫 继洛杉矶线放松对COVID-19口罩令和疫苗检验的要求 洛杉矶市议会主席努力马丁内斯 也提出了一项动议 以结束落实要求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才能进入许多室内场所和大型户外活动的规定 马丁内斯的动议 你撤销这些要求 但允许个别企业继续对顾客实施要求 如果该动议或市议会的通过 洛杉检察官将被指示 拟定新法令后提交到市议会 以进行最终的表决 正在竞选市长的洛杉议员乔布斯卡诺 3月4日呼吁废除该墙之力 他表示这应该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我们应该尊重员工的公民自由 并允许他们做出自己的医疗决定 感谢收看 以上是今天寒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